肖瀚俊 站在我旁边的这位是 前立法委员林国正 今天这一场活动 由林国正和我肖瀚俊 共同来主持 首先我要跟各位报告 这一场活动 是全世界都在看的 让台湾省说的人都看到我们高雄的热情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报告 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一场的造势活动 这一场活动 是由我们前立法院院长 王金平策划的 他策划的 他认为韩国瑜主委 韩国瑜总经理 他在我们高雄县 认识的人不是太多 我们的对手 也讥笑我们 说他们执政了33年 你一个韩国瑜 凭什么来高雄县 跟我们抢地盘 所以 他们笑说 韩国瑜打的是空战 是空军的战法 他没有入战 我跟各位报告 王金平院长 是我们高雄县的人 目前 在政坛上 也只有他 够分量来召集我们 整个高雄县的乡亲里面说 对不对 对 我们是记者吗 我们对手 他们用了十位的立法委员 来当总干事 他们认为 整个高雄都是他们的 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台湾委员有一句话跟你说 说狗军签条 不但阿母一只 立法院长 他可以统管 113席的立委里面说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 这一次 由 立法院院长 王金平 来担任 我们组织上的 首领 我们的领队 你们说 好不好 好不好 我们大家 跟着他走 好不好 好 请韩国瑜 好不好 好 好 我经常跟朋友讲 韩国瑜是空军总司令 打空战 那王金平呢 打组织战 他就是 陆军总司令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今天晚上 是空军跟陆军的 大会师 你们说 对吗 对 对 对啊 对啊 大家没有信心啊 有 有没有 有 好 我们今天的主轴叫做 高雄山山 请 韩国瑜之有会 我们明明